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恐怖片解冻 影片一开场是一系列的新闻 说这个全球已经变短人类开始有危险了 接着画面一转 我们看到胡子书和金发街等人呢 正在北极科考站对全球变短的问题进行研究 这帮人不仅捕获了一只北极熊 而且还发现了一头被解冻的猛马像 不过随着猛马像的解冻 它体内的一种寄生虫也从冬眠中苏醒了 而且这种寄生虫不仅感染了北极熊 也没放过科考站的这帮人 转场之后几名吃瓜学生乘着直升机前往科考站 趁着几位还活着 咱抓紧时间把人物给介绍一下 在前排就坐的是老飞行员酱油鲁蛋大叔和大兄妹 后面三位分别是大兄妹的男朋友大眼哥 胡子书的亲闺女大眼妹和他的男朋友毛蛋哥 由于胡子书带着人去野外考察去了 因此几个人来到科考站之后就开始四处下学 大眼哥显然是之前做了什么对不起大兄妹的事 因此骚眉大眼的跟大兄妹道着歉 大兄妹说你不仅给小寡妇扛没几块换床垫 还免费修马桶二 你说你二不二 大眼哥说我那不也是为了响应号召学雷锋 正当社区的好标兵吗 我保证今后再做好人好事 专挑老光棍 这样你就放心了吧 大兄妹说那可不行 老光棍更疯狂 搞不好就被灌了场了 毛蛋哥和大眼妹摸到实验室之后 发现了那只已经被寄生虫祸害死的北极熊 这个时候倒霉催的鲁蛋大叔走了过来 说这玩意平时可不常见的 在那拍张照留个纪念 说完之后啊 这哥们生怕自己死得不够快 居然还把袖子给撸了起来 毛蛋哥那边刚拍完照 鲁蛋大叔这边就被寄生虫吭吃咬了一口 转场之后 跟着胡子书在野外考察的一名工作人员 被寄生虫感染了之后就挂掉了 而这个时候的金发姐也病入高荒了 当金发姐正躺在床上叨气的时候 收到了大眼妹的消息 这个时候她才得知那些学生们已经到了课考站 当胡子书听说大眼妹不顾自己的劝阻 也来到了课考站 说闺女啊 小鲜肉侮辱红袖招 这地儿太那么危险了 你得赶快撂啊 为了防止寄生虫的扩散 也为了黄泉路上不孤单 金发姐突然开枪啊 把胡子书和龙套树也撂翻了 然后开着车就赶往了基地 到了晚上 重修救好的大眼哥和大兄妹啊 迫无期待的就比划上了 大眼哥一上来就是急茬啊 苍郎郎拽出了亮一枪 二马一错凳两人就玩了命了 当这二位正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 没想到半路突然就杀出一成小金 当时就把大眼哥给吓尿 大兄妹扑哧一笑说 哥呀 你手下有精兵几个亿 怎么这么没魄力啊 快过来 接着跟小妹闷点蜜 大眼哥说 你可不知道我小时候的经历 一看见这虫子我就得善气 大眼哥说完抱着被子就离开了房间了 到了后晚夜 金发姐开着车回到了基地 而这个时候呢 已经被寄生虫感染的大兄妹啊 也出现了症状 由于大眼妹一直联系不上胡子书 于是便打算乘坐直升机啊 到野外去找自己的爹地 可当他打开门的时候 发现直升机啊 已经被金发姐给破坏了 当大眼妹正打算 开着越野车去找胡子书的时候 大兄妹突然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说大家赶快过来看吧 金发姐啊 马上就要领盘饭了 几个人急忙跑进了房间 果然发现金发姐是嘴歪眼些 马上就要见阳王爷了 终于啊 在大眼妹等人的大呼小叫之下 金发姐瞪着眼珠子 说出了最后的一句话 病毒已扩散 咱们第一遇见了 转场之后 大眼妹和毛蛋哥开着越野车 来到了野外寨 两人不仅见到了寄生在猛马 向体内的寄生虫 还发现了龙套书的尸体 这个时候 大眼妹突然看到不远处的坟上啊 插着把铁销 他马上就认为啊 肯定是自己的爹地啊 刚爆销 于是嗷唠一嗓子就扑了过去 毛蛋哥一看呢 急忙把大眼妹给暴露 说胡子书这会儿啊 刚刚下地狱 你这么跑下去 阳王爷一生气 肯定在把你爹关进闭 这个时候镜头一转 大眼哥在嘘嘘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小弟弟也被感染了 为了防止意外 大眼妹和毛蛋哥回到基地之后 便把金发姐的尸体啊 抬到了密封性较强的实验室 就在大家正忙活的时候 戏份马上就要杀枪的大兄妹 摇摇晃晃走了出来 几个人一看大兄妹这情况 知道是瞎子汗颜已经相当危险了 于是急忙把大兄妹抬进了某房间 大眼妹说姐妹你别慌啊 等会儿让大眼哥给你拿一枪 就可以领别当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大家发现那些寄生虫啊 已经开始在实验室里上蹿下跳 鲁蛋大叔一看呢 意识到如果自己再不把被感染的胳膊给砍掉 估计很快也得去找阳王爷报道 毛蛋哥说大叔啊 一日夫妻百日跟 你真能狠下正心 鲁蛋大叔咬着后槽牙说 该断不断避留后患 况且我有俩老婆 右手也能使全活 不过还是有点可悲啊 就是以后不能再双飞了 毛蛋哥说既然你豁得出去 那我一定让你满意 当毛蛋哥等人在为鲁蛋大叔包扎伤口的时候 从奇旧箱里啊 发现了胡子书的笔记和录像带 三个人在看录像的过程中啊 突然发现实验室里的寄生虫啊 开始大量的繁殖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大兄妹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啊 突然传了过来 大眼哥一看大兄妹再这么下去啊 也是活受罪 于是砰的一声 就把女朋友的戏份给杀了清了 这个时候 鲁蛋大叔发现自己虽然断了臂啊 但是还是没法活下去 于是便走进房间 准备跟大兄妹一起化学上汽店 转场之后 大眼哥毛蛋哥和大眼妹啊 来到了门口 等候前来支援的直升机 大眼妹说 你的小弟弟已经感染了 你要是离开啊 整个北美洲的猪就全都不能吃了 大眼哥端着枪说 看来我那点隐私和爱好 你全都知道啊 这可不行 我必须得杀人面口 把你们俩全干掉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还没死兔的胡子书突然出现 一枪就把大眼哥给抱了头了 大眼妹一看 急忙跑到了胡子书的跟前 说爹地啊 你不在下面好好做你的鬼 干嘛非要上来趟这个浑水呢 胡子书说 傻闺女啊 你老子命大还没挂呢 为了彻底消灭寄生虫 大眼妹和毛蛋哥 开始往屋里破汽油了 打算烧掉客考站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大眼妹从录像带上啊 发现了他爹地的计划 原来胡子书为了能够 让人们重视全球变暖的危害 于是便主动将寄生虫啊 植入了体内 打算带着病毒回到美国 以传染一小撮人的方法 向广大人民群众敲响警战 从而来挽救一大伯人 大眼妹说 爹地啊 你可不能开这种国际玩笑 这分明就是隐阵 只可吓不道 胡子书说 你懂个屁 为了全球人的利益 必须得有人提前下地狱 大眼妹一看 自己的爹地顽固不化了 这马上就开了挂 这才叫大义灭亲打飞机 直接就把自己的爹地揍懵逼了 影片的最后 我们看到那种史前的寄生虫啊 还是随着被感染的鸟啊 来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中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人人都要讲环保 不然地球受不了 万一哪天爆炸 看你还能往那跑